今明三省总给人无限遐想 因为三种不同的文化交织碰撞 让人想去一探究竟 而且省界的地方总会有着明显的地理分界 更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我们一路从旭永县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 沿途的大山风光让人非常震撼 这一路上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中国的大山 可是真多呀 真是太险峻了 尤其是在云贵川这里 每一条峡谷都很深 如果不走高速来 一路上都是心惊肉跳的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重走长征路的旅程来到了四川旭永 我现在是在鸡鸣三省之地 也就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处 我现在呢在四川 在我这边背后山上呢就是贵州 我们再转圈 往这个方向就是云南了 在这里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实现轻轻松松一秒就跨省 一般说起三个省连在一起的称呼 大家最先会想到哪儿 是京津记还是江浙户 还是闪干宁或者是厄玉碗 但其实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云贵川说着还是非常顺口的 也可能是这三个省联系性比较强 风俗习惯呢也更加接近 所以我觉得云贵川念起来非常的朗朗上口 在云贵川三省交界 除了有鸡鸣三省的称呼之外 还叫做鸡鸣四县 分别是云南的威信和镇雄 四川的旭永县 贵州碧节的七星关曲 红军一度赤水之后继续向西 原计划是要寻找合适的地点 北渡金沙江 但金沙江前敌人重兵把守 我们的队伍只能是 一直来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 并在石箱子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 鸡鸣三省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这次会议决定由洛府接替博谷 负中央总的责任 在历史上 这就是著名的博洛交权 一步经三省 依稀万里游 每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 总会让人觉得十分神秘 也许是一条河 也许是一座山 总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在云贵川三省交界 贵州碧节一侧 是有着比较完善的景区的 我们站在鸡鸣三省大桥上 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对面 贵州的这个观景台了 这个观景台是一个打工鸡的造型 这只熊鸡的形状也非常的应景 完美地诠释了那一句鸡鸣三省文 这一次我们从四川方向过来 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山和深谷 非常的幽静 这里是两条河水的交汇处 也可以说两河分三省 云南镇雄发源的赤水河 和贵州的一条小河 在这里交汇 大山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条 很深的沟壳 可谓是必利千任 十分凶险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鸡鸣三省大桥 这座桥是横跨在悬崖沟谷之上的 修建难度非常的大 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 这里就在规划修建一座桥 能让三省人民走出深山 但是因为施工难度 一次次的被搁置 一直到2016年 大桥才开始修建 历经三年的艰苦奋战 2019年底 鸡鸣三省大桥建成通车 整座大桥长286.4米 主跨是180米的钢筋混凝土 上城市拱桥 这座桥的修通 让云南的烟草 贵州的煤 四川的冰萃礼等经济作物 更为方便快捷地运输到山外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也推动了乌蒙山区群众的脱贫致富 云贵川三省交界 这里的风景确实非常的壮丽 同时啊 这里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 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 就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